我们开始上课 这门课基本上上课时间 理论上是8点10分到11点 之前我们课都在星期五 因为今年资工系有必修课 站到我们星期五教室 我好几年都在这个教室 那星期五以必修课为主 所以现在我们就这边的大教室 300人教室都被占满了 所以我们抱歉 只能移到礼拜一这个时候 那考虑到8点 我们很少8点多上课 所以我们就改 之后上课到8点半开始 8点半到11点半 就这里 之后到8点半到11点 对不起8点半到11点10分 那中间我们下课就下课五分钟 这样子就打中后我们下课五分钟 就上课这样子 那谢谢各位来上这门课 那我这边的记忆这个怎么看 这个左边的那个03是代表第几个礼拜上课 那这里 这学习刚好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那个学校没上课要放假 所以我们从第三个礼拜开始 那第五个礼拜又要放假 所以这里这个学期放假比较多 那所以我删掉一个课程 这个比较就是我会再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这样会上不完 那前面前面几周我主要是一开始我先 就是一开始会叫你们影像处理 就这里前面几周会叫影像处理 那我们的书会用到用那个opencv的书 那待会再讲 那我们这一门课会分成 第一个是影像处理的部分 就这这门课的 这是章节 左边是第几周 然后dash后面是第几章 那这本课五六七八 这几章是属于影像处理的 那我这门课教的会比较实用的课 就比较应用大学部 就大学部的课我觉得很重要 是要讲比较 你已经学到大四了 那学的东西应该知道怎么用它 所以我教的这些课都比较实用 那还有另外一门 星期四早三那个研究所的课 那一门课跟这门课一样是说互补 那门课会讲多一点的理论 那一门课不讲影像处理 那一门课不讲影像处理 那我们讲影像处理之后 这边从第九周开始 然后有分四周会讲电脑视觉 那后面machine learning 我大概提到时间的关系 那之前我也讲 那我们去那里我这边就 这一堂课就 今年就讲比较少 就很少 那我另外一门课会讲 大概两三个礼拜 那我们最终目标是要教你深度学习 那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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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学从13周开始 那我这也是自己在多演一周到19周的话 一般是18周 那到19周这里我们都讲深度学习东西 那我们目的要讲深度学习的话 我们讲的影像处理 重点也会处理 除了重要的就是影像 会实用的影像处理外 我们重点会放在conversion这一块 那conversion基本上就是filter 就是影像处理 就是电脑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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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会教你 教你最基本的 那研究所那门课不讲这个 研究所那门课我是假设 这些你们都懂 就修过 有修过这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这两门课 除了影像处理这边 一边有一边没有以外 那我们的deep learning的话 教法会不一样 那这门课 deep learning 就会照一步步这样教你们 会教一些 就比较基础的设计 怎么设计network 那研究所那门课 会以paper为主 那门deep learning 会以paper为主 那再来的话 那那个 有人发言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用 不知道怎么用 有人发言 问什么 谢祥宇 你要不要讲 你有问题 是不是 欢迎你们有问题 可以随时跟我讲 我听不到声 真的没办法听 谢谢 忘了开 忘了关麦克风 好 那你们有问题还是可以问我 ok 那我们有两回作业 要两回作业 一回 就两回 第七个礼拜会有个作业 然后第十一个礼拜会有个作业 两个作业 那我的作业比较 我是希望鼓励你们是讨论 基本上作业是这样子 希望是说你们自己 因为我们后面有个final project 那final project 大概四到五个人一组 应该会再扩充人数 因为这堂课500多人 所以去年大概300多人 我们是大概四到五个人一组 那今年可能会多一点 那你们 这我们后面再 在 就之后再讲 那你们那个 平常在写homework 我是鼓励你们讨论 那不要抄 不要不要抄 那我们homework 每次会有五个题目 那也是比较属于实作方面 比较有用 就出比较有用的homework 那我会包括教你们做那个AR的东西 那回到这边就是说 homework的话 你们最好是说你们 举例来讲有五个 五个人 那每个人可能就是 先看自己看一题 那看完以后 你们找个时间一起meeting 那meeting的时候 就第一题看谁讲 分析一下第一题 然后是什么状况 然后怎么做 这样子 那这样五个人讨论完以后 回去就自己做 那做完以后 回来再对答案这样子 如果错的话 你再看看别人的 到底你哪边错这样子 ok 那这个事实上是 我在美国读试的时候 一开始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那美国老师他们出了homework 每个礼拜都有 很重 我们修三门课 那都漏得很重 几乎我只有第一学期读书的时候 一个礼拜七天 有三天没办法睡觉 都在做homework 那时候体力很好 三天没睡觉没什么样 所以学生没睡觉没关系 那你不能七天都没睡觉 三天大概就是 几乎都没什么睡觉 然后做完homework以后 怎么看老美每个人精神都很好 我们都 我们那时候记得 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台湾学生 三四个而已 那每个人都很累 然后老美精神都很好 有时候有效 最后才发现我们有美国人 他们都知道说 那个老师的homework都故意让 就是训练 训练就是让你从大学 他们大学的教育很好 就训练让你去激发你的潜力 把你的潜力尽量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他们homework 老师都故意出 也是五题 但是你会几乎都做不完 就三个老师 他们课比较有在互相 老师的课之前互相讨论 所以让你 这我们才知道 第一学期我们过以后 成绩也不是很好 然后每成绩都很好 慢慢认识朋友了 才发现原来是大家都有在讨论 但是不要操 因为美国人还是 就应该说到处都不希望作弊 不要操这样子 所以就之后加入他们group 然后也是分配一题 然后讨论 就是准备完然后去讨论 所以这样比较有效率的 所以我是也鼓励你们 那个属于teamwork这方面 我们考试是closebook 那我考试我上课尽量讲观念 那也不用太背了 就是尽量讲物理意义 讲观念让你了解 那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去 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上课 我老师都数学是推导很多 不管什么课 电子学 电路学什么学 都是一大堆数学 那我们都是Homework很认真做 那成绩很好 去美国申请不错学校 就去发现 怎么美国好学校老师教书方式 怎么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他不出Homework Homework大概只够一题 他几乎都不出Homework 因为我所念的学校 算都不错学校 那位老师都是把他 产学而做的经验 直接融入到课程 我们里面去 但要学很多很实际的东西 那Homework是他们产学而做的问题 那我一说 然后考试也是考 不考什么数学 因为我们本身电脑视觉 Compute Vision跟Pattern 肯定是我的领域 我的领域是Compute Vision Image Processing Compute Vision Machine Learning 现在Machine Learning慢慢被Deep Learning取代 那这些当然有些是属于 比较理论玩数学的 我是属于应用的 所以我从大 从研究所 从美国训练到CMU毕业那边 我们都不玩数学 我们是拿数学当工具 所以这门课也是拿数学当工具 那我会把跟这个领域有关的数学 跟你们讲大概这样就够了 当然也不少 但是我会用我的方式来教你 那所以我如果去美国发现 哇 这些数学是推导啊 我们都搞不清楚它的意义是什么 不懂意义就是不会用它 只会推导而已 然后证明 然后我们去上课也不推导也不证明 推导是有时候会推下来 老师会讲这些物理意义这样子 就发现 从此以后就对老师有点 以前的老师有点怀恨 然后会有大学四年在那边认真念书 也不能说恨了 所以发现老师还是要好的 好的准备 准备这样子 就比较没感情 就是以前老师比较没感情 发现怎么差那么多 那也不能怪 就是以前环境就这样 那这边我回来教书的话 就尽量往我觉得好的地方 这样去改进 那我最后作为 一定要做Deep Learning的东西 那题目由你们自己订 你们自己订这样子 那大概这边整个是这样子 那细节你们再自己看一下 这个背影的章节这样子 我怕讲不完 那这属于我们课程大概介绍 那语言是什么 你们可以用Python写就好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OpenCV东西 那你们可以用Python 用C或C++ 那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你如果是资工学院的话 你们是要学C跟C++ 比较好了 你Python对你们说 那很简单 没有不需要教Python 你们自己看一看就懂了 那因为这门课有不同 有很多外系的 那外系的话反过来 你们应该是学Python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学 因为你们学CVC++ 对你们来说也不是 工作人不是很有用 那你就学Python这样子 那你的那个 讨论的group 可以跟工学院的 跟电子学院的学生在一起 他们基本上应当是 C跟C++应当很强 那Python对他们来讲是 就自己摸一摸 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了 好 那我们再来 再来是 怎么准备我这一门课 怎么准备我这门课 基本上不用预习 不用预习 就是我尽量上课 就要让你们听懂 然后回去复习这样子 那我们的那个 课本会用这一本 是 这是鹅啦 这不是蝴蝶喔 这是鹅 那为什么美国人喜欢放鹅 我也搞不清楚 嗯 我知道很多东西他们都放放鹅 鹅在里面 可能鹅这边也 鹅也是很漂亮 好 那我们会有这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 有些 我会我已经帮你画重点了 就用黄色帮你画重点了 那你们看 看这些重点就好了 我这本书都看完了 你们看这些黄色的重点就好 那因为大学部的课 大学部最好是要课本 所以我就选这一本课本 那这本课本我很熟 我都念完了 那我待会再跟你讲 我为什么开OpenCV这一门课 那研究所那门课就没有课本 但是都是以我讲 这这门课以讲义跟课本的为主 那研究所那门课就以讲义为主 因为研究所不应当有什么课本 因为研究所要教的应当 是最新的paper的东西这样 那大学不应当教比较fundamental 但是application的 就是跟职场比较有关的东西 那所以你们看这些黄色 我画的重点部分 我讲义这样子 那我教20年了 那我上课前还是会一直在改我讲义 不是改很多再慢慢还一直持续改 那我昨天抱歉 昨天晚上又update了一个 第六章的update上去 你们有空再去看 这个我全部更新完 第六章的 今天可能会交到 那你们待会ftp去 这完全不一样 跟之前放的完全不一样 你们自己再去download下来 ftp去download下来 所以那是那门课 那我们就开始往 这门课一开始走 放大 一样有问题可以问我 那我们有office hour 待会儿会讲 那我各位好 我是那个资讯系 廉正杰 那我们office hour 待会儿会讲到 你们可以去跟助教问 那我通常都会在11楼 那有问题还是助教可以 可以带 就不大清楚 可以带学生 再跟我 要有时间上去 跟我议题没关系 那这个是这一门课的ftp 的东西 就在这个网址 然后password 上次没改好 应该是2021 那我尽量在礼拜日 晚上五点前 更新完给你们 昨天晚上我更新到半夜 因为更新不完 office hour在这里 那这我 我之后再跟你们 讲一件时间关系 就我大概讲是 我那个硕士 在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中部大概算蛮 蛮好的学校 那读硕士 然后再去U of Pittsburgh 读一年的博士 然后转到CMU 读到博士 刚好是 School of Compute Science 是全美第一 然后我们的实验室 Robotics Institute 也是全美第一 那里面又有一个 Compute Vision 也是全美第一 所以那时候 都在全美第一 一个实验室做 待会分享我很多经验 我们跟很多很厉害的 的学生在一起 都是Trade A的 有Stanford来的 有CMU 有MIT来的 就是他们都是 从小到大都是Trade 都是A的 那我老板是美国国家运势 这之后我们再 再讲 好 那我大概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用OpenCV 那刚好我去读 我1991年去美国读硕士到93年 那93年去 就去93 书业与上中间有3 那93年 就是一年多在P字堡 那考完自考 然后最后大概将近三 三四年都在CMU 5 6 5 6 7 8 8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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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去工作 那时候是流行startup 台湾大概现在才在流行 台湾不适合startup 台湾不适合 那我后面再讲 然后那时候流行startup 所以我们CMU毕业大概还没毕业 就好像工作就很多 大公司小公司 Microsoft IBM那些大公司 那时候还没有Google 那我是去小公司 小公司薪水比较 是startup公司 因为那家公司的年变是第一年 才刚成立 那我去 那当然薪水10万块美元 那我们跑很高 公司从21个人开始 两年后变200人 然后四年后变600人 职位就越来越高 我进去是三个老板 三个老板有个 我们大老板是天才 他18岁大学毕业 是Stanford的物理系 是不是 他写一本 他事实上是那个 不是大学毕业收丑 他18岁 他写一本书 物理的书 然后拿去申请Stanford 然后他就不用读大学 他们就直接给他一个 物理系就直接给他一个 那个大学的文品 所以那个美国很有弹性 他就写一本物理书这样子 去申请 所以他直接读博士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做 然后最后600多人 那我上离开的时候是年薪24万美元 那时候 19 我回来台湾是2002年 我那时候是不愿意回来的 因为我妈我妈得别奶 所以很少人像我这样回来 那个时候 我说就就回来 那就回来这边教书 因为大概CMU的人 几乎没有人回来 那我再跟你讲一下是 我1998年去工作的时候 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用是Bresky 就我们那个时代 大概1995年的时候 Intel的那个 我记得是 那个300MHz的CPU出来的 就现在几乎是 比你们现在Embedded System还弱 那那个300MHz的CPU CPU出来的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做路由台 他可以开始执行路由台 所以那时候电脑市就开始 更蓬勃发展 电脑市本身就是在美国 就本来就是很热门 那现在是更热门 几乎很多都是第一志愿的 那所以1999年 我那时候在工作的 Bresky他在那时候是Google 在网路上成立一个group 他是希望大家开始open source 就大家写程式 然后把他成立叫open CV的 那时候然后Intel支持他 然后他就找一些 那时候毕业的 毕业的人 名校的学生 把他们论文跟source code贡献出来 那他有找我 因为我那时候是 在全社第一个做人员表情电视 我算专家 那都是我去做Facework 所以我们有开始在帮忙做 不只我 那时候市场这样动作 就几百个人在雅虎那边 那时候雅虎 雅虎现在倒了嘛 叫open CV 所以这个时候就成立这个 就是一个类似 大家在那边 像那个大家在上面 然后发表东西出来这样子 也帮大家往这边走 所以是0.0版 那后面我就没有在介入了 你有2002年回来 反而台湾工作很忙 美国工作没那么忙 美国是薪水高工作没那么忙 台湾是薪水低工作又忙 比较没效率 那2007年 他们第一个版本出来 这我没有 我大概只帮到 我在2002年就没有在帮了 2007年open CV第一版出来 那时候Intel支持他 那他市场只有电脑视觉 就影像主义跟电脑视觉 2009年的时候是正式的 就正式第一 2001年这bug一大杯 这没办法用 那2009年的第二版出来以后 他就欢迎工业界来用 就比较那个bug 他有去优化程式的 就几乎没有什么bug可以用 所以他2009年才真的开始 那他2016年是第三版 那我们这本书还是用到第二版 为什么 因为第三版出来我有去看 结果发现第三版跟第二版差不多 所以我还是去 因为第二版我已经画重点 所以就用第二版 那第三版是加盟去认领进来 在2016年 那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在讲说 第四版准备出来 第四版 那到现在还没出来 因为OpenCV值的延后 那会不会出来我当然不晓得 那第四版预计是Deep Learning会进来 我想应该会进来 会出来 为什么 故事在这里 Intel 1999年支持他 记得美国很多公司 大公司 包括Microsoft Intel 他上投资很多都失败了 你不要以为这些大公司投资很多成功 所以创业很难 那我所了解在美国 你说startup公司创业的话 大概100家里面 大概只有2家会成功而已 其他都失败 那Intel进来 Intel投资很多都失败 那到 所以这到2010年的时候 NVIDIA进来 他把Intel卖给 把整个小公司卖给NVIDIA NVIDIA 那我事实上在200 我记得在2006年 我那时候在台湾的 因为我有同学 同学有 都是靠同学 有在Google 在Microsoft 他们那时候就传说 NVIDIA 会开始 因为NVIDIA那时候会被那个 Intel要发展 发展的GPU 就是他那个 他既然CPU 他只有我CPU 弄个Graphic东西 那我干嘛 需要 需要那个NVIDIA的GPU 所以NVIDIA那时候 快倒了 就是 因为Intel的CPU里面 有那个显卡嘛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很惨 是我们已经听到消息 内部消息 是 因为那时候另外一家 那个什么AMC 是不是 几乎是也快被消灭掉了 那但是 那一部我们 好像说套同学 分析起来的话就是 应当是还是需要 那个NVIDIA的显卡 因为Intel没那么强 这方面 然后那个AMC倒快倒了 所以我一直说 我这时候 虽然在台湾我投资不少钱 买NVIDIA股票 我记得是2006年买股票 因为那时候还算有钱 就买了一堆股票 我买了两家股票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台积电的股票 一个是那个NVIDIA的股票 2006年我在台湾的时候 不是不是 买台湾股票 台湾股票不懂 直接去用美国股票买股票 买这两家 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很忙 因为当助理教授很忙 因为我看到这两家会涨 所以有时候你实际不对 市场实际不对 你太早买没有用 只有放了三年都没有动 我记得我买那个 我印象很深刻 我NVIDIA买的时候16块 那时候16块 我16块买的 然后那个 台积电在美国的发行的是 我记得是8块钱买 然后花了百万去买 放在那边 隔了三年 都没有什么动 那时候觉得台湾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就把它卖掉 一卖就涨起来了 所以股票的生涯就是当你 当你卖的时候 就是它开始大涨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上涨这样这样子 所以 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事情 所以这两只股票 就 都没赚到这样子 只有没买股票 就做研究的事情 那2011年Google就 目前OpenCV后面的厂商很强 那NVIDIA为什么要买OpenCV 因为NVIDIA本身 它是IC厂 我也跟IC厂合作 那你做IC没有用啊 你做IC一定要有那个API 有那个软体来支援你 有应用面 所以它是买OpenCV 所以只要是OpenCV 它是一个 一个那个可以帮它包装 做一些应用面 这样子 OK 所以 那NVIDIA一定现在往Deep Learning走 所以OpenCV一定往Deep Learning走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 这门课一定要开 因为对你们会有用 四五年前我就开这门课这样子 那同个时间Deep Learning的发展 就是1989年 Become Become 它开始做 可是这之后没有名了 1998年 它开始 第一边 比较硬右面出来也没有名 是2012年AliceNet 它赢得比赛后 所以Deep Learning市场 前面这几个有四个大师 他们做的东西 大家都忽略掉了 他们也很辛苦 他到了2012年AliceNet这边 起来以后 他们 人家还是回来 注意他们这样子 所以 反过来讲 Deep Learning是2012年以后 才开始蓬勃发展 所以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现在2021年 89年了已经发展了 但是 一样 Deep Learning才在 还在发展中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讲这个 我们下课五分钟 有问题 可以趁这个时候问我 没关系 2 2 1 2 2 1 2 1 2 感谢观看